雷霆881 戚測903 有誰共鳴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戲劇導師杜翠玲 今天很高興來到有誰共鳴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故事 我希望透過有誰共鳴 都分享一下 我在戲劇教學上面 遇到一些SEN的學生 又或者是一些有自閉症 或者輕度智障的朋友 我怎樣去教他們 杜翠玲是一位舞台劇演員 演藝工作者 亦都是戲劇導師 童年是曾經飽受家庭暴力的洗禮 這一段經歷 為他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 行好杜翠玲選擇正面地面對 繼而服務有同樣背景的人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舞台劇 很多時候在一個劇的開手之前 通常都會放一個序幕在裡面 我想如果我要寫一個 關於自己的劇或者故事的話 我的序幕大概會是這樣的 在K1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留班了 因為我太小了 所以K1我讀了兩年 可能因為是這樣 第二年的時候 我的成績真是不錯的 我讀到第三名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打算吃完飯後就和我家人分享這個 這麼高興這麼開心的成績 然後我的爸爸就出現了 其實我爸爸一直以來都有瘀酒的習慣 經常都喝到醉紛紛 經常都在發瘋的 當時我媽媽形容她的精神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特別在那一晚 因為她知道我 考到第三名 她覺得不是第二名第一名 她不高興 然後她又開始 不斷發瘋 不斷罵我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 媽媽很想保護我 然後就開始跟她吵 然後吵吵一下 她突然之間 就拉了我媽媽 出去門口 然後就關了那道鐵閘 我站在鐵閘後面 我一直看著我媽媽 然後我又看見我爸爸 走到廚房找刀 因為她說她想砍我們 媽媽站在門外很急 而我站在門外 我就呆了 我呆都出不了聲 我連哭都不懂 當時媽媽問我 你想不想走 我一頭想 我真的很想走 但我走不了 我怕到腳黏在地上 我完全走不了 我聽到我爸爸 不斷在那邊 掃那些刀聲 我越聽越害怕 我越害怕我就越急 我越急我就走不了 然後我媽媽又救不了我 我那一刻 連伸手會開門的力都沒有 在這個時候 我的英雄媽媽出現了 她走出來跟我說 不怕 跟著媽媽走 然後她就開了一道閘 放我出去 我媽媽一手拉 就拉了我進行車 接著到行車門慢慢關上 爸爸好像在這個時候走出來 因為我看到她的身影 到門山崴了 然後我們沒有人想知道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做夢也寄起 就是一寸日子 這個序幕 泛起在我心裡的電影 生活靜靜似是湖水 全為你 泛起生氣 全為你 泛起撩戀衣 泛起 歡笑 全為你 泛起 生活 淡淡 像是流水 全因為你 變出千半美 全因為你 變出百樣戲 泛起 留下 歡欣的印記 靜默亦似過 那感覺漲詩 甜蜜是眼中的姿勢 做夢也寄起 封印記 這一寸日子 幻想不倒的幽美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生活淡淡像是流水 全因为你变出千半美 全因为你变出百样气 留下欢迎的人记 甜蜜亦似过那感觉像鲜 甜蜜是眼中的痴痴 做梦也记起 这一寸日子 话将不倒的优美 因为很小的时候 你也知道后来我妈妈要不断地去工作 赚钱养我 所以小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去和自己玩 又没有大人理我 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和人相处 相反地 我觉得我自己和自己玩 我玩得很开心 好像后翼气兵一样 我的幻想就是我的游乐场 我在脑里面和自己在说话 分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又设定了很多情景给自己 可能因为这样玩得多 所以上到小学的时候 凡是有一些课堂的练习 需要我们出到黑板前面做的时候 我都特别清醒 然后我又会很快地想起 所有的剧情 所有的表演方式出来 可能因为 我在这方面的成绩 都比较亮丽一些 所以然后 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 在组会的时候 做你刚才的表演出来 咦 原来我做这件事 是可以和世界或外界 去沟通和结练 当然有兴趣 组会 很厉害的 然后我决定要去做这个演出 我记得当时我很认真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工人姐姐 所以我特意去找了我阿婆 平时炒开送的铐铛 和她的围困 然后做完这个演出之后 我很开心 因为其实挺成功 但是 开始有自信的时候 就糟了 我个人 开始就越来越过火 个人 就越来越串串共 越来越黑人争 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 令到我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很聪明 到后来 我回了教会 真是很感谢当时的一个导师 虽然我这么黑人争 但他也对我不离不起 他还介绍了我去参加 他当时参加了的一个报道巡回的音乐剧 在里面我才发现 原来我以前所谓很聪明的表演 真的很差 看见外面的哥哥姐姐 我觉得自己真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的而且我又觉得很开心 因为整个排练的过程 我很兴奋 我很喜欢 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这个戏 很顺利地完结了 而我 亦都开始 越来越留意这方面的东西 嗯 当时我未必决定自己一定要去演戏 但是呢 的而且确为我的未来 勾画了一个 比较清晰一点的轮廓 其实我当时犹豫些什么呢 嗯 可能是因为一句评语 有人说 我在台上 好像一条肥虫走过舞台 但其实呢 我很想说 肥虫呀 在这几年之后 你 因为一句评语 肥肥地在台上 多可爱呀 然后占开了你演员的路 根本不需要犹豫 无望见了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 即使有信心 都自却亦智 谁也定我去画流 定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两手 向理想揹手 向理想揹手 文具天几高 心中只比天更高 只想打不死 逼心太活到老 Death 由我心中的宇宙 伟朋友 當有人達成找到身體奉上的世界 終可見 親手者想每段得神樂如悲與夢而 我想看到介紹一位女神給大家認識 這位女神是外姑姐 杜姑娘 沒錯 她是做社工的 我記得在我初中的時候 她有一天走來問我 喂 你有沒有興趣暑假的時候 去幫小朋友一起做功課 然後跟他們上興趣班 其實當時我真的沒有興趣 初中的我當然是去玩的 但後來她跟我說 這群小朋友都是來自家暴的家庭 他們的婦女和兒童 都是因為經歷過這些事件 然後現在在庇護中心 當時我聽到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問過她 你是否專門問我 還是你就手才會找我去做 因為其實我聽到她這樣 去介紹那群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想起我小時候 都好像有類似或相同的經歷 好像很明白他們 然後我很想去幫他們 然後我很快就已經說 好呀 沒問題 當然問題當然不會沒有 因為我不是很讀書 所以叫我教他們做功課 真的很慘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真的很努力 然後盡量去惡補自己 之前沒有讀書的日子 所學的知識 然後我還很認真地準備 每個星期想想 究竟今個星期 跟我們做什麼手工 玩什麼遊戲 這個庇護中心 雖然在這個城市裡 但真的要攀山攝水 而且也不能跟別人說 地址很秘密 所以每個星期 我去到這個中心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很緊張 周圍看 好像擔心有人跟蹤我 真的覺得自己 抱了一個很大的責任 我跟那些小朋友 其實真的相處得很好 每個星期 他們都好像很期待 去上我的課 很快就過了這個暑假 最後很可愛地 還安排了我的杜姑娘 去頒這個熱心公益的旗給我 其實這一面熱心公益的旗 我到現在已經不知放在哪裡 又或者可能已經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不過那個善良的種子 就放在我的心裡 我覺得這次是一次很難能可貴的經歷 原來我做這麼小的事 可以令到大家這麼開心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做義工 也是我在香港過的 最後一個中學的暑假 之後我就飛了過去加拿大 繼續升學 我記得當時這首歌 《捨不得你》 它簡直是這個加拿大華人圈 熱播的歌曲 我在那裡還拿起咪咪 唱棋唱了很多次 回頭再看我的最初 我 沉沉覓覓覓沒在迷茫 都得你引領我 天天你也怪我 令我走到 片段涼光 完全怪我 完全怪我 要一時高飛 完全是為了 令人生更美 知識你愛過你 攻擊你念過你 無奈到最後 無奈到最後要分離 過去的詩詩記憶 要困我的心 我卻要掙扎你去 我捨不得你 無奈到最後 無奈我要創造未來過你 破破痛痛的去愛 未夠我獨過精彩 我捨不得你 無奈我 有我的未來與你 找到生存最深刻的愛 永不更改 全身我祝福你 在加拿大升學的時候 說真的 空氣很好 又很平靜 但如果你想找一些消遣活動 就真的差那麼少少 而當時我和其他加拿大華人一樣 很多時候都很想看一些 廣東話的劇集 又或者看一些電影 特別是我 因為我對戲劇也很有興趣 所以我很喜歡 很喜歡去看劇 又或者很喜歡去電影院 而我當時養成了幾個習慣 其中一個就是 我一定要有音樂 又或者我一定要有電視聲 所以我經常去租帶 又或者租一些雷射碟的店 不斷租所有的劇集回來 一直一直播 因為我一定要有這些聲音 才可以陪到我吃飯 陪到我做功課 甚至乎暗我睡覺 當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不斷地坐在電視機前想 如果我做這個角色 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用一個什麼方式去演繹呢 我記得有一天 我就去到這個租帶店 因為老闆娘已經認得我了 我經常都去租劇 他就突然拿了一本雜誌出來給我 他說 送給你 因為這本雜誌過了期 我說好啊 謝謝 然後我回到去 我就揭這本雜誌 初初都真的揭一下揭一下 突然之間 我看到一篇訪問 這篇訪問 原來是在介紹 一個香港演藝學院 當時在讀戲劇學院的學生 他說得很詳細 我就一直揭曉整篇訪問 然後我突然之間 好像心裡想到一些事情 嗯 可能 或者 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試一下 回到香港 走一下這條路呢 我記得那一年的生日 我就去唐人街 買了一個生日蛋糕 上面是有一些 關於表演的公仔 然後買到回去之後 我插了一支蠟燭 許願 吹蠟燭 其實回想起整件事 真的很老套 但是我真的做了 我決定畢業之後 我要回香港 因為風花雪月 不肯等人 要欠便欠問 我要珍惜時間 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一些事 很想做 但是又沒有做到 又或者現在 你們是不是還有一些事想做 但是還沒做到呢 記得 珍惜時間 即人無限好 多經典的歌喉 一閃眼已走 前面穿青蔥的山幽 轉眼變藝幽 這歌殺那宇宙 拒絕永久 世事無常 還是未看久 還未看透 多好玩的東西 早晚會放低 從前並見的好兄弟 可會撐到底 愛女兒 愛女愛到 一個地步 變靈魅安慰 枉當初夫婦送禮 醉嫌的花胃 最後花爛泥 即人無限好 天色已黃昏 搬上去憑愛 去緩醉燦爛一生 想不到長文 帶來更榮幸 相感 夕陽莫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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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是更黃昏 高峰的快甘 殺那殺行 風發雪月不肯等人 要謙遍謙問 好風景多的事 夕陽平常事 然而每天眼見的 永遠不相似 戲劇導師 杜翠玲 歌曲全程 引返你的共鳴 我希望大家支持的機構 是香港若智人士家長聯會 我都發覺 社會上 對於他們的認識 是比較少 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可以令到他們 得到大家更多的關注 和更多的支持 香港若智人士家長聯會 自1986年開始 為智障人士和家長 提供資源服務 作為智障人士家長組織 他們責無旁貸 持續為智障人士及其家庭出力 關注有關智障人士的福利 服務和權益 我是戲劇導師杜翠玲 如果我選的歌 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請用手機發出一個短訊到 50-881-903 捐出5元 支持香港日志人士家長聯會 此時此刻 有誰共鳴 雷霆881 刺測903 有誰共鳴 大家好 我是戲劇導師杜翠玲 今天很高興來到有誰共鳴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故事 我希望透過有誰共鳴 都分享一下我在戲劇教學上面 遇到一些SEN的學生 又或者是一些有自閉症 或者輕度智障的朋友 我怎樣去教他們的 杜翠玲 近年智力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舉辦合適的工作坊 好像戲劇班 或者配音興趣班等等 而她自己 因為親戚的緣故 令她明白到 無論人和事 都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理解 自然不會只集中看到對方不足的地方 而是欣賞到對方獨特的才能 我的家裡有一位無敵小寶貝 是的 這位小寶貝很有趣 她跟我一樣 都很喜歡長期 但她和我有少許不同 就是她不喜歡看電視 甚至乎她看到一個 有關於鷹飛過的廣告 她特別會有些奇怪反應 然後大家都留意到這一點 就帶了她去做一個評估 評估回來的結果 就是她有自閉症 和有輕度藥志 我記得有一次 她終於都要去到我家 住兩天一夜了 其實那一天 我本來很緊張 但她來到之後 我又覺得很舒適 因為她真的照顧得自己很好 所有事情都不需要我們擔心 於是我就很安穩地睡覺 怎料第二天一醒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試過 一醒那一刻 你突然發現自己 好像有一些東西在看著你 你突然間就會很繃緊 然後我就起床 我一看 原來 真是有人看著我 那個就是我的小寶貝 這位親戚小寶貝 她突然之間就撲過來我的床頭 然後看著我 跟我說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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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 你說什麼 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但同一時間 我看著她 我很努力地去找答案 我突然之間發現 是呀 其實我從來 都沒有試過用這個視覺 又或者沒有跟她 真正地用心去交流過 很多事情 我所認知的 都是她的表面 當我再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她的表情 她的動作 甚至乎她的情緒 其實這些細微的東西 她已經在告訴我 她想要什麼 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就沒有花心機 或者沒有花時間 去了解過她們 我們習慣了 我們一般的表達方式 我們希望 透過我們慣常的 這種表達方式 去得到她們的回應 但其實 我們有沒有試過 換另一種方式 去希望配合 跟她們溝通呢 這件事好好地提醒了我 提醒我 要怎樣去用心 和去交流 我記得之後 我問她拿了一幅畫 真是很厚面皮的那隻 因為她的畫畫很漂亮 她有一位很好的老師 一直教了她很多年 畫了一幅又一幅的畫 越畫越漂亮 越畫越好 然後這幅畫 我放在床尾 我每天睡醒 看見的不再是她的眼 而是床尾那幅畫 這幅畫提醒了我 我要怎樣去用心 和每一個人交流 也提醒了我 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也很想像那位老師一樣 用心 去和每一個人同行 一生的光景 充滿著斷斷崎嶇險 誰也沒法去保證 歡笑能夠伴你 天天去上映 你也有本領 相信盡力變等於垂城 從經紀裡去力拼 輸了還是也可高興 學會悲學會愛 便當得珍惜愛 呼吸於這世代 風雪爪來 為你會願意一直地同在 用這悲用這愛 換你一生的精彩 稍執信念留待未來一起 心底裡留著愛 自信總之而因他貫蓋 你會願意的美 你會願意的美 替黑的心境 想找一位知己傾聽 從挫敗去到高興 所有还笑容与哭声与笑声 将心未打开 所有乐视亦即可感应 离弃旧有的自己 方会流露你真本性 学会悲学会爱便当得珍惜爱 呼吸于这世代 风雪眨来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用借悲用借爱 换你一生的精彩 守着信念留待未来 一起心底里留着爱 自信总之以因他灌溉 学会悲学会爱便当得珍惜爱 呼吸于这世代 风雪眨来 为你会愿意一直地同在 用借悲用借悲用借爱 换你一生的精彩 守着信念留待未来 一起心底里留着爱 自信总之以因他灌溉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邀请了我去看一个舞台剧 而这个舞台剧 我所看到的 并不是台上演员做得有多好 或者多精彩 而是我看到演员里面 其中有几个是视像朋友 我当时觉得很震撼 有没有搞错 可以吗 真的吓到寶寶 可以走过台位 唱歌 跳舞 很厉害 之后我也很荣幸地 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其中一位就是豆点先生 而我们的合作 除了在广播剧上 同时也是在一些工作方上去合作 我说的工作方不是我教他们戏剧 而是我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记得有一个组合很特别的 就是由我 然后加豆点先生 豆点先生是一位视像人士 另外还有一位自闭症和轻到视像的人士 我们一起合作 由开会 然后定到去做什么 然后再去做那个机构的培训 很厉害 尤其是这个自闭症和不熬 轻到自障的人士 我想不到 他不是帮忙这么简单 他直接是带一个游戏 甚至是配合我们 去参与每一个项目 我觉得可以的吗 是啊 原来一直以来 我对于大家 好像缺乏了一种信任 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可以做得到 原来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后来也有机会 和很多不同能力的人士 例如视像人士 又或者一些轮椅人士 一起去上一些工作方 而这些工作方 令我重新学习 如何更加好地配合他们 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经常说 我不是要在前头带领你们 也不是要在背后推动你们 而是我想和你们 一起去并肩而行 这句话不是我作出来的 这句话是一个出名的人 他叫做卡妙 然后我在里面启发出来 不过的而且确 我在这些不同能力的人士身上 我学会了什么是尊重和尊业 最近我也很高兴 参与了一个文化大使的共用音乐剧 而在他们的排练室 我看到有一句说话 Be your own kind of beautiful 做自己就很美丽 因为你是你本身的转奇 我也想好 你今天知道吗 赚到几多 愿放弃自由吗 快乐要靠成功吗 努力拼搏求身家 平凡没一种 很公式的笑话 平凡没一种很公式的笑话 发世要发光吗 往后要了无险阁 原谅着青春可起不可入 容许你发梦吗 只要想想梦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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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 憑着你止气 会成大气 天宫不造美 几惊风浪也是你 每天追赶 为止撑一个家 被压抑的 习惯 案内难说 月出马 快乐要靠成功马 最后献上天下 名牌或金色 该不该珍惜 人总要向上马 只要想想 梦定能飞 高与低 得与杀 即使无法躲避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凭着你止气 会成大气 学会真气 未能放弃 就算今天的你那年纪 活着就无悔地 做过你爱的你 请记得 化妄 并能飞 高与低 得与杀之间 无法准备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前路里振翅再高飞 即使不完美 只需经历你自己 戏剧道师 杜翠玲 戏剧道师 杜翠玲 歌曲全程引返你的共鸣 共祝你福寿与天齐 好了 我不唱了 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干 和尴尬 的而且我最近做了一个挺有趣的项目 就是透过刚才那首触手歌 然后去配合一些动作 而这些动作里面有一些穴位 这些穴位动作 再加上这首歌 然后我们把它拍成片 然后透过这些东西 带给大家一些养生保健的资讯 这一件事是一位中医师 林嘉阳中医师想出来的 先给他掌声 好了 三下好了 三下九了 而另外我亦都很开心 因为在林医师的诊所 我都帮一些上他的针灸的小朋友 在他们针灸的同时 然后跟他们一起上戏剧班 而这些小朋友 其实都是SEAN的学生 即是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 那为何我提到这首生日歌呢 因为其实当我完成这首生日歌之后 我常常在想 可不可以把这首生日歌 放到他们的其中一个排练里面呢 结果我就真的试试试试试 这样又好像可以 然后有一天 可能林医师听到 然后他就走出来 他说其实这首生日歌呢 可以放在未来的一个长者的义工活动那里 然后唱给长者听 顺便又可以提供一些保健的资讯给他们 是的 其实很有意义 除了他们可以有一个机会 去表演一下之外 另外也可以做一下小义工 这个不是很好的事吗 于是我们就加紧排练 一共排练了两个星期 其实你们都听到了 或者你们都知道 生日歌很短的 排练也不需要说很长 两个星期 但是距离他们准备上台的时间 又或者由他们开始上堂 到现在上台表演的时间 足足用了一到两年 其实也是一个挺长的时间 因为的确 这些小朋友 比较需要多时间去适应 和习惯每一种模式 但是又见着他们 初初不理我 不理我 到后来开始听指令 开始对自己有要求 然后紧张自己的表现 甚至乎给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我 然后还学会合作 和互相保位 我真的觉得 看到他们 虽然我没有病 我又不是他们妈妈 但我真的陪伴安慰 当时我见着他们在台上表演 而台下的我 看着他们 看着这幅美丽的图画 我想起 我家里藏尾那幅图画 嗯 多谢你们 让我陪你们成长 一个用心认真 对得着自己和别人的演出 就是一个很好的演出 每个过程成我角色 法方就必要压抑 谁人也会去创造奇迹 只要你想 哪里都可以有你的舞台 曾经有朋友笑我 喂你住在舞台吗 这样 可能 有时候我会在想 其实住在舞台也挺好 这样代表可以专注我的生活 或者经历每一个时刻 然后很好地享受整个过程 很有趣 想起来 有时候人真的很有趣 我听上去 一个又一个不相关的故事 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 又好像很纯 很合情节 反正头如果不是这样开的话 之后的路走法也会有不同 嗯 看回来 虽然我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呢 就有很多成就了今天我的人 我们的路 不可能 整天都一帆风顺 又或者是风和一礼 甚至乎是清风送爽的 有日头 就会有夜晚 夜晚 不拍 因为黑暗一定会过 而且 我们试试这样想 或者每一天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黑暗 会成为其他人 黑暗中的一点光 就算我们仍然在黑暗中也好 可能这个 就是日光很猛烈的时候 出现的一个小树荫 甚至乎 我们只不过是微微的 一点光 好像一颗萤火虫一样 但是 这一样都成为了一种支持 一种安慰 有时候想回头 虽然说 做梦也记起 这是一寸日子 但是的而且确 它都可能会变成 幻想不到的优美 曾经有一句歌词很有趣的 如果人类的念 全部都相同 那你和人类的不同 就是要看你怎么过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大家都可以 幸福快乐健康地 去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奔跑 跑不了不要紧 慢慢走也很容易 因为每个人的步条都不同 反正向着你心目中所想的方向 一直向前走 聆听自己 忠于自己 不过不要忘记 记住欣赏沿途的风景 享受整个过程 成为最喜爱的自己 有最喜爱的人同事 当然 还有最喜爱的歌曲 姜濤 《蒙雀嘴 说爱你》 可否一觉苏醒 退开唱寒寒风景 混乱日子不见钟影 鸟雨花香呼应 阻止哼暗得情 始终相信我梦会过 健康与和平 不必依靠偶现声 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平 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够不复 生活在见难里 心灵从未及尖污 天给我贫病困苦 笑着去吃苦 没怨恨谁人可护 So I say I love you 花不妙顺始功夫 只淡静岁月便吩咐 即使要梦着我醉 我仍可高负 全盘爱令我堅持 还由你悉心照顾 戏剧导师 杜翠玲 歌曲全情引返你的共鸣 我希望大家支持的机构是 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 我也发觉社会上 对于他们的认识是比较少 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可以令到他们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 和更多的支持 香港弱智人士家长联会 自1986年开始 为智障人士和家长提供资源服务 作为智障人士家长组织 他们责无旁贷 持续为智障人士及其家庭出力 关注有关智障人士的福利 服务和权益 我是戏剧导师杜翠玲 如果我选的歌能引起你的共鸣 请用手机发出一个短信到 50-881-903 捐出5元 支持香港日志人士家长联会 此时此刻 有谁共鸣 支持SMS共鸣热线的机构 包括 1010 CSL 中国移动香港 SunMobile SmartTone 及SAM 以及潘永祥会计师事务所